花魁带着一群仆人在游行 这是代表日本一季最高水准的花魁游行 清夜是个非常有格性的花魁 他皆可只按心情 金钱和权势都打动不了他 如果那个人只知道砸钱 他会直接将他赶出去 他不嫌弃穷人 反而觉得和真诚的他们相处自在开心 从来没有一个花魁 像他一样如此真性情 他也因此广受喜爱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 男人们都纷纷为他而来 拜倒在清夜软玉苏香的身姿下 但他刚来到集园的时候 一找到机会就逃跑 还顶撞教导他的花魁 说自己根本不想做花魁 清夜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清夜自小贫困 被父母卖给一级屋当一名一级 只见妈妈桑就像在菜场 挑一颗白菜那般 检验清夜的样貌 虽是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却有着出众的样貌和独特的气质 她因此被妈妈桑选中 成为花魁庄妃所带的丫头 可她并不喜欢浓妆艳抹的女人 庄妃也不喜欢这个眼神凶狠的孩子 嫌弃她是个乡下的土丫头 不久后 庄妃进行了她的花魁游行 那时的庄妃恶挪多姿 一太万千 但满是野心的清夜并不羡慕 她只想要自由自在地生活 于是只要有机会清夜就逃跑 巴布地迅速脱离这个全是女人的世界 然而每次逃跑 都被一个叫清次的护卫拽回来 清次也是从小在玉局屋长大 她的母亲是这的一个异己 清次劝告清夜外面也没有什么 其实和异己屋一样 可清夜看着院外飘落的樱花 反问清次为什么围墙内没有 清次对着院内的一株樱花树说 倔强的清夜却说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晚上妈妈桑将清夜捆起来毒打一顿 她告诉清夜 那棵樱花树早已枯萎 很多年没有开花了 以后也不会开花 可清夜依然大喊着等花开的那一天 我就会出去 她相信清次 也不愿意放弃心中小小的希望 清夜是同一批女孩里最不听话的 她经常受罚 脸上总是有伤 在目睹了庄妃伺候客人的模样 她知道了自己在这待下去会遭遇什么 更是下定决心要离开 不甘心变成像庄妃一样的人 但她又被抓住了 还弄死了一条鲸鱼 庄妃借着鲸鱼告诫清夜 花葵就像鲸鱼 只有所在于刚才有观赏价值 一旦重回大海就什么也不是 就像他们一样 清夜大喊着自己不要做花葵 她的话惹怒了庄妃 有多少集园的女孩拼尽全力而不得 凭什么随随便便把她们的努力势如避喜 她让清夜当上花葵再说这话 这激起了清夜的斗志 她决意超越庄妃 成为花葵中的佼佼者 以此报复庄妃 从此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是清夜必学的功课 不久后 庄妃被大户人家赎走了 临行前 她将自己头上的发差取下递给清夜 提醒她不要忘了做花葵的目标 而且告诉她只有成了花葵 才有机会像她一样离开集园 一转眼 清夜已经到了17岁 她虽然还不是花葵 却足以魅惑众生 人们都说她很有潜力做下一任花葵 这让现任花葵高伟十分顾忌清夜 而清夜的第一个客人 就是高伟原本的常客 她折服于清夜别墅一致的美 大大赞扬了清夜 却使高野的嫉妒心大法 并将清夜绑在柱子上作为惩罚 但这挡不住清夜的风华绝代 越来越多的男客人 因清夜的名字走进一级屋 她的呼声甚至盖过了花葵高伟 连高伟一直深爱的画家 在看了一眼清夜后也喜欢上了清夜 这让高伟对清夜更加怀恨在心 一直想找机会抓住清夜的把柄 很快年轻的清夜露出了最大的弱点 她爱上了一个客人 一天夜晚 清夜招待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她跟着一个熟客来此光顾 显得腼腆生疏极了 在集园这个环境里就像到清朗的风 几人交谈几句后客人离开了 千夜忍不住思念 想要知道这个客人的更多消息 就像是知道她的心思一样 客人在第二天找到了她 她说上次走得匆忙忘了自我介绍 不希望清夜只把她记作张三李四 她的名字是宗次郎 清夜在男人温柔的对待中沦陷了 想要每分每秒都与她待在一起 这导致她最近一直心不在焉 对其他客人都置之不理 让妈妈桑生气极了 威胁她如果不好好工作 就再也不准见她的情郎 闺蜜来探望清夜 看到她苦闷的样子 问她你用出平时那种小技巧 哄哄宗次郎不就行了吗 没想到平日最精通魅惑人心招数的清夜 这时却不愿把套路用在心爱的人身上 只愿把自己的真心交给爱人 她的这话却引起闺蜜极大的嫉妒 于是闺蜜把这事告诉给了高伟 协助高伟搞倒清夜 这天为客板口点名要清夜服侍 板口是当地十分有权有势的男人 整个一级屋都得罪不起 妈妈桑嘱咐她要伺候好这个大人物 清夜调皮地做了鬼脸后 转身想返回屋内 却被闺蜜拦住 说高伟有个好消息告诉她 见到清夜后 高伟花言巧语地说 两情相悦就不可违背誓言 接待其他男子 瞧她好心地将清夜的心上人带来了 在里屋的小房间内 宗次郎已经等待了多时 看着爱人炙热的眼神 清夜紧紧抱住了她 另一边 闺蜜又故意在板口的门前说落了嘴 这让好面子的男人怎么轻易放过 一间一间房地找清夜 找到清夜后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让清夜没有想到的是 秦郎竟然毫无作为 一声不吭地转头离开 因为这个懦弱的男人 清夜被狠狠惩罚 她回想起她说过的话和给过的承诺 就不禁黯然伤神 她究竟是为了谁打扮 又为了谁受这份苦 而高伟也为了爱情痛苦不已 当她苦苦呼唤画家的爱时 男人却一言不发 靠着高伟的阶级生活 却对她十分冰冷 当她看到人苦 现在爱情幻想中的清夜时 忍不住出口嘲讽她 其实她说的也是自己 性格火爆的清夜不甘受辱 而且之前的账还没算呢 便抓住高伟 把她扔在了地上 清夜因为闹事又被责罚了 可她已经无所谓在玉局屋里的生活 想着要离开这里去找宗次郎 她的心中却始终想要寻找一份答案 自己的爱算是什么 比起是否能得到宗次郎 清夜更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 她收拾好东西就出发了 亲次再次拦住她 但这次没有一味阻拦 清夜退去华服 穿上一身便衣 冒着大雨往宗次郎家跑去 她曾无数次幻想过两人重逢的情景 会泪流满面 还是会满心欢喜地拥抱她 但看到她依然灿烂的笑容时 清夜感到了比被责骂还深的心痛 就是这个笑容欺骗了她 她就像恶魔一般引诱着自己 看着自己坠入深渊 最后却退缩了 她失望地转头离开 来到河边大哭一场 此时亲次来到她的后面 让她不要哭不值得 清夜终于明白 原来外面的世界跟一级屋没什么两样 这一次她心甘情愿和亲次回去 几天后 高伟被画家情人杀了 清夜凭着绝美容颜成了新任花魁 穿上了厚厚的木鸡 一身的服饰华丽万分 她走在灯火辉煌的花街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花魁游行 清夜实现了当年与庄飞的赌气 却失去自由和爱 她不再相信爱情和樱花树会开 只是把异计作为一个工作 但她也变得更肆意妄为 接待客人全凭心情 只有在亲次面前才会露出本真的模样 一天一个叫松本的武士慕名而来 她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富豪 在花街游行上对清夜一见倾心 可清夜竟故意把松本晾着 自己忙着伺候一个小工匠 松本却耐心地等候 而清夜冷若冰霜的模样 更让松本认为她与众不同 直接掏出了大笔金子送给清夜 但这却惹怒了清夜 她告诉松本 用金钱可买不到花魁的心 几天后松本又来找清夜 为几天前的无礼道歉 清夜也为中途离场向她赔罪 两人相视一笑 水到渠成的一威过夜了 这让松本真的心动了 她想要向清夜求婚 而且不是只让她做小妾 而是明媒正娶 这本是一句拒绝的话 没想到第二天松本包下整条街 连夜将樱花移植到了这 清夜打开窗户 外面樱花似锦 而松本也当着众人的面向清夜求婚 清夜没有理由拒绝 便默认接受了 这招到所有人的祝福和喝彩 但唯有亲自在人群中独显落寞 她观察到清夜的不适 把她扶到屋内才知她已经怀孕了 亲自劝她赶紧把孩子打掉 但清夜却不愿意 她看透了世间的情感 只有和孩子的羁绊还让她留有期待 于是她向松本坦白这一切 没想到松本用情极深 坚持要娶清夜为妻 清夜听了后不可置信 一时激动引起胎气 她竟然流产了 失去孩子后的清夜视魂落魄 来到樱花树旁哭泣 清次一直陪伴在她身旁 紧紧抱着这个难得脆弱的女人安慰她 失去孩子的清夜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静静等待婚期到来 松本说三天后来迎娶她 清夜脸上却没有高兴的神色 经常在月光下徘徊 她看着凝视自己的清次默默不语 在留在玉局屋的最后一晚 她去找清次谈心 你说我走以后一级屋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等清次回答 转身就要走 却被清次喊住 出嫁前的清晨 清夜又到了樱花树前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会来这里 这或许已经成了她多年来的习惯 不想清次也在 对着光秃秃的樱花树 清夜无力地说 想要枯树开花 果然只是年少时不切实际的幻想 清次却微微一笑 让开位置 让清夜往上看 两朵樱花绽放在寒风中 两人对视一眼 忍不住地笑起来 清次提要不要去看真正的樱花 清夜想到他们的约定 满心欢喜地点头了 于是两人就这样私奔了 奔向了曾经的那份诺言 那孩童时期许下的承诺 虽然知道那是笑话般的存在 却还是日复一日盼着能够实现 就算最后发现是烟梦一场 樱花错乱惹下的祸端 却还是选择不顾一切地去相信 梦里有她有笑也有漫天的樱花